大家好,歡迎收看私基金大約股壇事件 我是私基金的李浩德 我旁邊是大家很期待的施老闆,蕭榮青先生 你好 師先生,剛剛這個星期的市場比較差 27,000都守不住 這星期也有很多新聞 也想幫大家品評一下,分析一下 第一件事,大家發覺 美國除了搞中國之外,剛剛又搞墨西哥 不單止向中國有關稅 向墨西哥也有關稅,去搞非法入境者 大家會否覺得,會變成世界大戰 會否影響中美關係 請問師先生來講 我自己覺得,如果從根本性去看 美國對墨西哥的態度和對中國的態度 應該是不同的 因為中國有搞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 又說他們的經濟模式是一種中國模式 這就是跟他們有正面的衝突或競爭 深層似麻省 模式會互相取締 如果我的模式比你強 我會贏你,會越來越多人走的模式 墨西哥的模式是接近美國的模式 雖然墨西哥人權的狀況 或者經濟發展的狀況,仍然有距離 但是這些是量的問題 中國和美國的差別是質疑的問題 所以對中國,美國差不多上升了 敵對關係 不只競爭關係 對墨西哥也是一個輪郭 這個輪郭,他認為他經常找我便宜 那些逃犯都被他放過來 他有些時候說話是很不客氣的 那些是毒犯、謀殺犯、強姦犯、沒有好人 說要起泵圍牆,要墨西哥付錢 他現在說,如果不制庭的人過來 我就收你稅 他說遲早他付錢 你看著遲早付錢,現在就叫他付錢 但我相信,談論電數的機會 比中國多 中國談論電數是一時的 他會突然陸續有來 所以不會真的影響整個世界 但是美國會動員他的盟友 全世界不同的國家都圍堵中國 在中國挑撥一些矛盾 制約中國 我相信不可同日異議 但是由於這些事情發生 對股市多少會有影響 起碼美國的經濟 人們會覺得會否搞這麼多火頭 初初上台又說減稅 對商界好 製造麻煩 令商界做生意的環境受影響 其實商界未必會喜歡 不如我們說回 大陸這個星期 大家會留意到一件事 好像之前說的稀土 作為一個手段 近來說得比較熱鬧一些 稀土股股也升了不少 多很多人去 為何會升 未必是會升 應該少有買價 有機會有影響 我之前都說過 中美現在的矛盾 純粹看實力地位 美國還是處於強方 中國是弱方 不止我說 華為印證費也是承認這一點 如果一個強一個弱 中國的取態應該是 盡量減少磨擦 縮短的戰線 不要讓戰火擴大 沒理由這裏點把火 那裏點把火 所以當時說賣美債 我已經說不要隨便去挑起金融市場 貨幣市場的矛盾等 美國在那裏也來搞你 稀土一樣 當然你說稀土現在的市場 差不多80% 都在用中國稀土 美國都是大部份靠中國稀土 你可以制約它一點點 因為美國都不是沒有稀土 不懂得提煉稀土 只不過開採提煉 環保 不環保 或者開採出來 成本沒有中國那麼便宜 他就光顧你 你便宜我便自己也免得開 又光顧你 你不賣給他 他又要用 要不問別人買 要不就自己開 問別人買你的市場 可能去了別處 他自己開 開兩開發現便宜一點的技術 等於油價 逼著他 搞油熱眼 成功了 他又不光顧你 所以我自己覺得 在策略上 中國不應該挑那麼多火頭 當然你說 來而不往非禮 如果有些情況下 要回應 都是盡量低調和不要 轉換為實際 刺激到矛盾擴大 我自己覺得 未必可以說 一出這招 就會贏 如果出這招 暫時未立即可以定勝負 就不適宜出 因為中國自己也說了 對美國的矛盾 其實採取持久戰的態度 不是速決戰的態度 速決戰 你加碼我又加碼 你派兵我又派兵 我自己覺得是適可而止 不適宜加碼 尤其是一些稀土公司 你不讓出口 你生意做少一點 當然可以加價 加價是否十方襯你呢 我覺得只是一個概念 拉到少許邊都推一輪 不如我們轉換話題 說回本地一點 剛剛這個星期 其中一個可能投資者 都會留意到 之前強勢一些 本地地產股 都開始有壓力 坊間有兩個說法 請先生品評一下 第一個是政治一點 香港地產一直受到大陸資金幫助 現在有些條例 草案 影響到香港資金天堂的角色 施先生有否意見給大家 我自己覺得 譬如現在 中美的摩擦 影響股市 很明顯 由3萬元 跌至2萬元 270元都守不住 市場氣氛不好 市場氣氛不好時 大部份股票都會受牽連 地產股都會受牽連 地產股相對受牽連 相對少了 硬正一點 但因為 當經濟不好時 人們的收入少了 對買樓都會有影響 但我認為 現在樓宇市場決定的因素 不是新增資金有多少 而是儲存的既有資金 是怎樣分配 所以新增資金有多少影響信心 對前景的預期 但現有的資金放到哪裏 我自己接觸到內地的一些客戶 他放在中國 和放在香港 他仍然想放在香港 如果香港 因為中美的問題 你這時候放到美國 有些人都會害怕 因為他和政府有關係 和一些企業有關係 和伊朗做生意 好像華為太子女一樣 一樣 可能被美國拉人 風艇也不奇怪 所以香港作為資金避難所 對中國大陸的人來說 還未完全改變 至於提到逃犯條例 其實針對對象 基本上不是香港的商界 現在說得最厲害的是 將來想將香港的政治意見人士 拉上去 其實在大陸做生意的商人 經常回大陸 不用來香港拉你引導 你在大陸的時候就抓你 之前那些反對派說得刺層層 不只可以 找洗頭艇也會接你去 他害怕不得這麼多 所以我自己覺得 與逃犯條例的關係不大 不過現在 逃犯條例變成兩派力量的較量 大家爭奪話語權 反對派連你將條例 拿去立法會提案 提案都不讓你提 因為他去到立法會 建制派已經佔多數 但政府來說 我拿去提案 立法會可以討論 可以修訂 甚至可以否決 你連這個權都不讓我 我以後要怎樣做事呢 我的提案要先讓你們通過 我才可以提上去 政府又覺得這樣 以後都不用做了 所以現在變了 大家企硬了 政府覺得 你讓我過了就證明沒事了 那時 一地兩件多大件事 過了之後又有多大件事 沒有什麼大件事 近期香港地產股走勢 對中原指數沒有啟示 其實上星期 中原城市指數是破新高的 當然這因地產交易有少許滯後 即使是特朗普反台之後的交易 他們都是在反台前看樓 談價 談得七七八八 現在才想登記合約 我自己覺得 未曾完全反映新形勢 因為股市一邊 打電話下訂單就完成 現在按下按鈕就已經賣出 樓不是要放盤 又要看樓 又要討論 討價還價 所以 樓市反映是慢一點 還有 當你反映慢的時候 就沒有那麼多情緒化 你就會看定 審視熟悉那些 所以我自己覺得 樓價沒有那麼快會跌至 跌也不會像股市跌得那麼急 因為現在香港 實際上真的供應不足 需求依然存在 而香港亦沒有起突 亦沒有借突 要爆煲是相對困難的 所以我認為 地產股這次調整 是跟隨大市 已經慢一點 亦不會反映那麼劇烈 不像會醞釀 一個大危機 但股市反而壓力未燒 這集的時間都差不多了 如果大家想重溫 我們過往的節目 以及留下的問題 歡迎到以下的網站 我們下集再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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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下集再見